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各位朋友们 持续在锁定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依然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分享 不过呢 首先一样在节目的一开头 送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日月星辰 在音乐之后 就要来进行今天的书记导读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咯 好月千里 一日月星辰 两心点点 到今百千万情 假似梦幻如今 都转心一难研究 是情意 平衡尘难望天庭 珠希来世分明 纵然千山万水 总是情 先把国家的美元 梦幻如今 梦幻如今 像千山万水 再闻翻心 去落心 初中生未分离 千古万里 却只就在尽 众生渐渐敲醒 有日月星辰却相助命 我先生总是带你来临 路可听分明 日月星辰却相助 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来先为大家导读到的是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不过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的书籍真的不少 那在之前完整的跟大家分享过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如果还没有听过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到podcast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导读内容了 而近期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叫做幸福跟着来 同样也是由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在这本书籍当中是透过了读者提问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而在上周跟大家分享到了三支十六章秘密商人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来为大家分享这一本幸福跟着来的第三支十七章 迈出自我提升的一步 读者提问说 身心灵的修行教我们要做自己 可是我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评价 常常为了别人的看法伤神 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却总是被外界所影响 别人对我有什么不好的评价 我马上想要证明辩解 怎样才能放下这些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眼前的情况提升及做好自己是第一药物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事 透过他们的起行动念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会知道他的境界所在 即使意见相左 这些人、事、物的出现并非没有意义 你可以尝试用不断突破学习的心态 将他人所表现的行为作为自己的进步的标杆 参照他人行为使自己的思想、灵性得以提升 慢慢就会有长足的进步 发现面对同一件事情 他人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发脾气 你却可以淡然处之 曾经的鸡毛蒜皮已经不再是问题 因为你的境界已经得到了提升 在生活中 不断自我察觉和提醒 认真坚持做好此一重要功课 最终人生事卷才能获得圆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由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 幸福跟着来的第三支十七章 常常都会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语 或者是别人的一句质疑来怀疑自己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也会如此 不过就像导师所说的 把自己做好了 不断的自我察觉和提醒 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做满 其实就是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把自己修行了端正了 那别人的这些质疑或者是挑战 其实都可以变成了 人生当中另外一个动力 所以就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本幸福跟着来的 第三支十七章 而在节目当中 除了未为大家一同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 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起来谈谈 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再透过了超码的学习 人生有什么样 不同的收获和改变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员 秀琴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秀琴你好 子荣好 听众们大家好 那像是秀琴还记得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 一个机会之下 那么有缘分来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记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时候呢 因为就在朋友的一部车子里头 就有听到了导师的这个音档 那时候呢 就被导师的这个 这把非常有磁性的声音 给感染到 也很好奇 为什么我这位朋友 他就会来聆听 这位导师的音档呢 然后呢 我们就在闲聊过程当中才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人世间除了这个正能量 原来还有负能量的存在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年代呢 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很熟悉吸引力法则 但是包括事情自己本身呢 自身也是有做过这个练习 但是就是总是做着做着 就是不会到位 甚至呢 好像生活当中就吸引了更加多一些 很不OK的事情发生 因为对我们来说 吸引力法则啊 我就想要吸引好人好事情 但是反而是更加乱糟糟的 所以只知道就很感恩哦 天地的一个音乐安排 然后就在导师的书中 就找到了这个答案 原来秘密中还有秘密 就是负能量的一个存在 所以那时候也很感恩 朋友邀约之下呢 就去了导师在马来西亚办的大型活动 也就在2017年的12月份 那时候真的是让秀琴 整个大开眼界 因为从没想过 原来在马来西亚就有在槟城这边 有这样子的一个千人活动 也没有想到说 原来我们好多好多人和秀琴一样 其实都一直在寻找自己人生课题上面 为什么会这么乱糟糟的一个解答 那在整场的这个活动 还有课程之后 就发现到 哇原来爱的这个能量啊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课题上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就印证了每一次在有可能包装上啦 甚至有一些的FB上面看到的 就说爱是一切的解药 哎才发现到真的就是如此耶 所以秀琴也就跟着导师的这个脚步 跟着系统的学习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真的就看到了生活上 有很多课题的改变 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 因为像是吸引力法则 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常常听到 但是其实就我们没办法奇门而入 对不对 就是知道有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过呢 在接触到超码之后 发现这套系统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明确的指引说 我们该如何去做操作 然后落实到我们的生活 其实在后续应该也做了蛮多的转换 那像是秀琴是不是觉得 学习超码前后 在自己人生的各个面向上面 其实也做了很大的一些翻转和转变呢 嗯是真的很大 那事情就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第一大课题 就是和父母之间 因为以前啊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正直正见 总是觉得说爸爸妈妈对于哥哥的疼爱会多过于秀琴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埋怨就觉得说 那如果你不疼爱我的话 那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呢 哇塞对 所以那时候和父母亲的关系是非常僵硬的 呃可以说是一言九顶 就是顶回去 顶爸爸妈妈 就是和的一句话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整个 发现到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不聚合 而且也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健康上面呢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那时候才知道说 哎原来自己的这个的能量啊 哎完全是不在一个点上的 那那时候才察觉到 因为自己自身的这个埋怨过多 包括自己都不知道说 原来自己有这个姻缘可以出生在这个人世间 其实要特别的感恩 哦因为有爸妈 那才有这个机会成为自己 有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可以去修好自己的人生嘛 然后那时候就呃在导师的这个课程里头啊 就有读到好多好多的这些的政治政见 然后呢调整自己的思维逻辑观 然后呢甚至才明白说 原来一个人呐没有孝顺的话 那生活上是不会顺的 哇那时候就才一点一滴的就恍恩大悟 然后呢就开始去做很多的调整 那我觉得最感恩的是 很有一次的一个机会 在导师的这个允许之下 修琴呢有担任了大型的这个活动上的 其中一位的主持人 还有呢可以来演绎导师 创作的这能量的歌曲 那那时候呢就有一位贵人提醒 就说应该啊要邀请修琴的爸爸妈妈 来到了吉隆坡首都这边来参与导师的活动 那虽然爸爸妈妈那时候呢 就在四百多公里以外的自己的一个小镇里头 那也很感恩哦 就鼓起勇气 然后呢就邀请爸爸妈妈 没有想到爸妈是一口就答应 哇 因为哦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头 任何任何的修琴的一场活动 其实爸妈都不会出席的 真的就完全就不会出席 但是这一次的破天荒 让修琴感受到了天地的爱在波转当中 尤其在这一场的活动过后啊 当天晚上 那修琴在送父母亲呢 去做快帖回到家乡的时候 哇 我竟然就收到了来自爸爸的一份的信息 里头呢就说到说 哎 很为这个女儿啊 引以为傲 那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哦 哇 我最近还依稀记得 那时候收到这种信息的时候 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 因为已经等了好久 这一句肯定 包括一句的一个爱的告白 然后当下的自己就觉得说 哎 原来这个话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只是没有想到就在上了导师的这个课程活动之后 圆满之后 修琴竟然也得到了一个圆满的一个脚带 然后就从那一次开始 然后修琴跟爸爸妈妈的互动就优如好像朋友一样 哎 就是可以聊很多 然后甚至自己也会很有爱的这个勇气啊 去做很多的一些突破性的一个关心 我觉得这个真是用钱买不到的一份的礼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即使讲到现在哦 还是依然很触动自己的一个内心 然后也很神奇哦 那一次回来之后跟自己的哥哥的一个关系 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就不再好像以前在好像仇人一样 嗯 现在呢就完全的有个大突破 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尤其是在哇 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就是非常希望父母肯定的那个当下 没想到呢 就收到了父母的爱哦 而且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感受到 然后在后面哇 整个家庭的关系 整个都得到了翻转 这就是超码的一个能量哦 真的是不做不知道 一做也是下一跳 不过呢 真的好险有这个超码 让家庭的关系有机会 可以透过了这样子一个学习 还有一个历程 来进行了这样子一个修补 不过其实除了在一个家庭 或跟父母的关系之外 是不是在其他包含像是工作啊 或者在生活的面向 其实也有很大的地方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突破呢 嗯是 那很感恩哦 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多 其实呢 整个马来西亚都是 垄罩在这个疫情底下 那甚至我们最严重的时候呢 是直接有这个行动管制令的 那是长大数月之久 那那时候当然 大家都会很紧张 自己的这个收入 因为每天还是要吃穿啊 即使在家都好 对 一切开销还是到旧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因为那时候呢 在疫情突发之前 其实我们有上了导师的一堂课程 那就是圣命礼赞庆丰年 那时候真的还不是太理解 为什么导师就会把这一堂的课程 就命名为庆丰年呢 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大家都很苦一下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哦 相信呢就在那一场的活动 老师呢有为我们每一位的学员做了某一些的设定 然后真的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底下都好 秀琴的工作上啊 会依然有很多的一个贵人相助 那甚至呢自己的团队啊 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 蓬勃的发展 而且呢是成为了公司里头呢 最大的一个团队 那想当然自己的这个收入呢 也因此有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交代 那这个确实是自己呢 完完全全没有想过的一个局面 那就不会整个心啊 就提心到胆的在那边担心 有一餐每一餐的那种感觉 因为秀琴那时候也是有跟好一些朋友啊 也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次的疫情 然后呢犹豫症甚至有病发的 还是自己的整个情绪啊 非常不OK的也有 但是呢那段时间呢 就因为有超级生命密嘛 那跟着导师的脚步 然后跟着学习 包括导师很多很多的法宝 来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个能量 那整个疫情过得非常非常的 一个丰盛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感恩耶 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 因为在疫情真的在全世界 所受到的影响真的很大 但是就像秀琴讲了 真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十一住行呢 那些基本的开销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的话 哇真的会对生活造成了蛮大的一个压力 不过呢其实真的也透过了 好险在之前导师也帮大家呢 立定这样子一个目标之后 我们也真的达到了这样子一个丰收和富足哦 让我们在疫情期间没有受到影响之外 反而呢是算是蒸蒸日上吧 反而是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所以其实这一切啊真的都从刚开始 哇接触到了超码之后就开始有所印证了 就不管是在工作啊家庭上面 其实很多的面向都得到了一些反转 那像是受勤其实学习超码也蛮长一段时间了嘛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和收获 我想要在最后时间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除了刚才提到的以外呢 其实在健康上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啊过去自己呢 相信是自己的那个血液里面啊 有一个很多的毒素 所以呢就很长时间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 一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长满了很多的这些膜啊 在自己的身上就是皮肤会敏感那一种 所以当它一病发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痒的 然后需要用一些温水啊烫它啦 类似这种所谓祖传的秘方 对所以我记得看遍了很多的医生哦 医生都说这个就是你的免疫系统的问题 没有什么解药的 就是当真的病发的时候 你只能来找一下医生 借一下他拿一下药啊 顶一顶这样子而已 但并不能根治 而真的很神奇的就是在试习了超码之后 哎这些竟然就不要额域了 然后呢他就不再找上门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额外的一个bonus 对事情来说真的是如此 那包括导师的超码里头给予我们很多的法宝啊 包括呼吸法啊 然后啊还有这个超级健康密码里头 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宝 包括咖啡排毒等等 不只是让自己的整个皮肤变好了 然后呢变秘也变好了 甚至连自身的这个扁头痛啊 哇都好了耶 而且都是在没有吃任何的一些药品之下的 就是透过了自己全方位的身心灵来做一个调整之后 他真的就一项一项的就都圆满了 所以这些都是自己自身也是完全没有想过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啊 就因为学习超级生命码而已耶 所以真的很鼓励线上的每一位听众们 如果有一个因缘可以遇到超级生命码 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真的没有事 真的不知道原来是可以如此的丰盛跟圆满 因为这一切 学习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过 只是听很多的见证 但是就觉得说 哎有可能吗有可能吗 那那时候就想说 哎是马当花马一啊 反正问题都这样子了 上了很多课程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调整啦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好吧自己也要来试一试 就这样子一试一试一试 试到现在就好像上瘾了 就好像的一直想要来做很多的实验 因为每一次的实验过后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嗯没错真的 在这个自己做了亲身的试验之后才发现了 哇其实很多在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觉得非常难解 或者是无解的议题 都可能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方法呢 来得到了一个好的翻转 不过呢到底要如何奇门而入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多加的了解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 也欢迎大家呢 在网络上面可以搜寻我们的官方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等等的讯息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码学员 秀琴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分享 秀琴谢谢你 谢谢芝蓉 而紧接着来送上好听的音乐作品 请大家稍微的休息一下 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德 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曙光 在音乐之后就要来进行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如何把握当下的话题 休息一下听个歌曲 在回到节目当中 静彩光 静彩光 自然心怀 渺渺感动着光明的到来 今生有无限光彩 久仰滑透霜 光芒 引导着像生命和彩 光芒引导着像生命何彩 只要心中那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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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长在 永长在 Zither Harp 感恩着喜悦着 熊光之爱 绽放着 精彩光 自然喜欢 就像 黑暗中 冰灯的到来 生命 有些光 迷在 光 营到走 像生意 何在 只要寻找 那道精彩 永存在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来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单元 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把握当下的主题喔 其实在新冠肺炎肆虐的这大概两年多 将近也快三年的时间 其实发现了 哇很多的这些生活的秩序 或者是我们各个不同的一些理想和目标 都因为这疫情的关系而打乱了 原本可能计划要结婚 要创立事业 甚至是要有什么样一个远大的一些目标 都因为着这样子一个疫情而打乱了 所以我们发现呢 真的及时去把握当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有些目标没有办法达成也无妨 不过呢 如果现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 没有去做 做失了实际的话 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呢 所以呢 在这几年来把握当下 就变成了大家需要共同学习的一个话题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 再度聊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导师好 容你好 集中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这疫情的两年多来 我想导师的影响应该也非常的多 像是呢 导师之前都会在全世界各地 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分享会啊 或者是各种的课程活动 其实很多的学员或者是听友们都很期待 可以透过了实际跟老师的面对面互动 来达到这样子一个学习的目标 不过呢 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师是不是也取消了非常多的这些 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演讲或分享的活动呢 对 这两年因为疫情嘛 所以以前觉得很容易 这个坐飞机就飞到世界各地的 嗯 现在好像都要变成把它搬到网上去了 对啊 否则没完没了的这个疫情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再加上现在又是这个战争的这个味道啊 到处好像都有那么一点 所以也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太平静 那么到底人类啊 怎么样的一个进展 是我们真正的幸福 那么也是耐人寻味 对 所以子隆今天谈到 当下要能够把握住啊 嗯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啊 那么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啊 就说 不是人家在讲嘛 穷则变变则通 嗯 对不对 在当下 好 你不把握 那人生有多少个当下呢 也许吧 你说哎呀人生有几十年了 对啊 我觉得像一年一年过得很快 没错 你看这个疫情一晃眼 已经两年多了 真的 两年多了 对不对 对啊 那如果说当时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傻了 停住的话 说我们等疫情完之后再做什么的话 嗯 那两年多都没做的话 那也很可惜了 对啊 对 所以就是要把握当下 穷则变变则变则变刀 看下怎么变法 才是可以应对 而且是正确 无误的一些决定 我想这个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 嗯 各方面的一个配合有关系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 只能提到这个把握当下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来聊聊 嗯 没错 因为像是我在先前也会立蛮多 比如说短中长程的一个计划 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啊 或者是生活面上 像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前几年 还跟一群朋友们约好说 啊我们2022年 我们要去北欧玩 那时候还想说 啊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存钱 好好的规划 殊不知呢 疫情就开始了 但是其实很多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各个面向 其实真的 诶有的时候如果想到了 或者是刚好现在的时间 刚好就可以去完成 其实有的时候 就不用拖到了明天或者是隔天 因为真的你不知道 诶这个不管是疫情啊 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变化 到底是如何的快速进展 所以其实我们有想法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可以快速的去落实 不管是在行乐 或者是在行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有行动力的去面对 或者去做我们任何 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呀 所以子龙说啊 立刻把握 那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的确跟智慧息息相关 嗯 你说要立刻把握 比如有些人说 哎呀你看这个 这个疫情 谁知道明天是长怎么回事 及时行善呢 一夜之间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去 不知道糟糟糕在哪里了 也有可能啊 有些人他没有想清楚的话 也是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在自己的思维中 真的是如此的决定是正确呢 所以这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 所以这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 那有些人也觉得说 啊 现在不及时行乐 什么时候才会乐呢 那现在 对不对自己好一点 那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那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所以有些人呢 就不惜啊 信用卡的这个高利率啊 就先把这卡一刷 那也这个疫情的这两年 也有很多人的这个卡啊 已经原先的这个厘米啊 已经快要快要差不多达到了 也是 那这些后面所产生的后遗症 是不是原先自己可以想象的到呢 这又是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觉得这些判断的一个机制啊 的确不同的人他不同的思维 计划的一个切入的角度 跟平常我们所谓啊 这个聪明是一回事啊 智慧呢 他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们把它很透彻的看得很清楚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及时行乐 或及时把握的一些这些决定啊 我想这个是 对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发展上 是非常重要的 这倒也是 因为真的如果啊 如果什么事情就想到什么去做的话 哇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好可怕 可能做了某一个冲动的决定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把握当下的一个目的地了 当然我们都是要往好的方向来进行嘛 但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瞬间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念头嘛 可能进入到我们脑袋之后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很有趣 马上去实践 当然我们会尽量往好的方向嘛 但是如果我们脑袋一进来的是一个恶的讯息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个把握当下的原则 就去做的话 哇那可能也会误事或者是出大事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念头一来 我们要如何去做这个思辨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 还有智慧耶 这就好像有些人他玩股票 他也许跟风 即时这支股票真的是看好 或者怎么样 即时的跟进就两个可能嘛 一个就跟对了 一个就跟错了 那跟对了 那当然没话讲 觉得自己对不对 运气好 刚好听到这个宝贵的消息 那跟错的时候 后面所产生的损失 毕竟这个后面还是自己要面对 对不对 那也许功底深厚啊 损失一点 不为所动 那是有平常有底嘛 那如果真的很脆弱 就一根跟错了 后面的损失来的那么的快的时候 那自己如果又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接受 这就会产生了可能是一个暂时阶段性的 或者是对整个人生来讲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力的一段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发生 所以有的时候即时与否啊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逻辑观啊 这些原先啊 自己的火候各方面 全部要把它弄得很稳健的 这一套基本盘啊 是不是真的就已经是很ready了 否则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乱中出错啊 或者是自己在当时的一个 莽撞的结论下 后面是不是又给自己带来了很多 没有办法销售的一些后遗症 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所以今天刚好子龙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我想能够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也是有这个运气啊 刚好我们讲到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听出个所以然啊 我想这就是在我们互动中啊 有没有一些啊 在这样子的一个提点里啊 刚好可以对到你的生命里面 现阶段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对应到了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围呢 我想这就是啊 今天刚好很巧的这个节目主题啊 是不是就可以很应景的啊 能够帮助一些听众朋友们 对 因为刚才听到导师这样子一个分析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举例之后就发现 其实要把握当下有个原则 就是要稳扎稳打 而不是贸然的进行啊 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要先有规划 而不是呢 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念头 就马上去行动 其实在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做 这样子一个利弊得失的分析 就非常的重要 像是刚才导师所说的这个股票投资 我想呢很多可能是上班族 或者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 其实应该也都很有感觉哦 在台湾其实这几年来的一个股票市场 其实也是大起大落嘛 但是呢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平面消息 讲到了股市的一个分析 或者是有一些分析师在谈论到这些话题 后面就有一个很重要 都是投资警语 都会说呢 投资股票有赚有赔 然后要什么申购 什么详细说明书之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在你知道了这样子一个消息 或者是得到这样子一个资讯之后 如何去明辨是非 让我们把握当下也可以有个稳扎稳打 这其实也是需要蛮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有些的事件来去做锻炼还有练习 才能达到这样子一个好的目标 是 所以子龙这样讲啊 我就想起来啊 就说成一件好事啊 它可能有很多层面 都要方方面面的 刚好都所有的事情都凑在一块 那也许就是一件好事啊 东风也到了 什么都到了 哎呀太好了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去想 就说呢 既然要成一件好事 它有很多层面可能会要影响的 那么这些层面 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会不会在分秒的运转间 我们的一个有心学习啊 或者有心去听到别人 他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啊 或者是在哪里看到一句话 后来变成我们自己产生一种力量啊 就是说随着分秒间的 这个机遇 机遇 它都有可能是来 帮助我们后面的成长成就 那么在及时把握的那一刹那间 如果我们刚好 所有东西都对盘了 那么这样一把握 就好像捕鱼啊 这个往一下去 就一拉起来呢 那就是美梦成真啊 好的结果 对不对 那如果平常没有这些的把握的 那么往放下去呢 那就是一般人来看是说贫运气啊 但是我们经常在讲啊 不管是用哪一种学说 或者是中国人熟悉的易经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论啊 其实每一件事情它的发生 它是有缘由的 对 那么你的准备越贴切 当然它这个所对应出来的 这个好坏政府啊 不会那么剧烈 那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把握当下 他说哎呀 现在不当老板什么当老板 所以可能工作也迟了 要好好的拼一番 对不对 那结果一当老板才发现 哇一开门有这么多事 结果都没有ready 对 但是工也迟了 这个开着这个新公司的门也开了 但是一看有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 那如何去面对呢 即使把握在这个四个字运转前 其实不同的人它有不同的对应 比如说它有一个前提 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就已经非常成熟 还是我们有看到界面啊 后面有很多的不足 我们没看到的 其实这些都要得很小心 所以议题的两面啊 立刻把握 好了 这个成了 那当然就是加化美颜 对吧 那如果不是那么样的一回事 是反方向的 那我们就要想了 我们如何可以来避免 有一天我们真觉得一切都这么样的ready 那可能就差那个东风 那那个东风是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可以 如我们所想 所盼望的打标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嗯 那么 讲到这个更贴切一点呢 很多人就会想到 这是不是跟个人的运气有关系了 对 是不是 那运气对了 是不是什么都对了 运气不对 是不是什么都不对了 那是不是 好 这个运气是不是又有点玄虚的东西 所以一般人 他都会有一些可能性的好 想法 或者是一种寄托 盼望 毕竟呢 后面还是必须要面对现实 那那就有点像那个 大九点考要放榜的时候 是 考到好学校呢 还是不尽人意呢 那这个还是有一个现实面 他必须要面对的 对 所以讲一讲去呢 好 把握当下把握当下 那么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从点线面的把握中 换取到更多的生机 更好的际遇 那我想这个是蛮需要我们尽心思考 来看自己未来人生要怎么样来定位与掌握的 真的不能落入了把握当下的陷阱之中 不是A就是临时想到什么事情 在没有完全的准备之下 就去执行 那可能呢 会落得一场空 而且也让自己有所损伤 那就不是一个把握当下 我们需要掌握到的一个重点了 但是A如果我们这个事情都准备好了 也是往一个好的方向来一个进行 只欠那个东风的话 我们要如何找到那个东风那个行动力呢 我们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 来送上这一首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精彩无限》 三月之后呢 再回到了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做提点了 人生几胸片片在呼吸间 怎能不把好识天一片片一片片 当下激荡永远 有经典 创造不朽传言 幸福间 成就繁星点点 又随随缅缅 今生就在心看见 善良不见 心愿就将回忆已实现 在分秒间 犹如成神仙 重复在心田 且同天地好事总是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们在每周六中午的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 那在我们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来跟大家谈到这个把握当下的话题 如何让我们这个当下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 而不是落到了一个陷阱当中 我们只莽撞的来从事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要如何透过了更加有智慧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 再度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子蓉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在上一个阶段的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谈到哇 这个及时行乐或者是及时行善 这种把握当下的事情 哇没想到呢 在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陷阱 如果我们只是想到了什么样的念头 或者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在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贸然的去行动的话 可能就会出了事情也让自己有有所损伤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很多的一些万全的准备也都已经想通透了 只是差那个东风或者是差那个行动力的话 哇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这个好事的行动 动力呢倒是 我想不经意是不长一致啊 我们刚才前面一段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术语啊 那么也只有走过去的人在回头看的时候 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 也就是说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呢 为什么是事情来之后在自己的可能是反抗 可能是赶紧的补强 可能是可能是有无数的可能事的情况下 后来懂了说 哦终于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修满了学分了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多吸收一些别人的经验 别人所提出来 在他们生命中 在他们生命中看上去是很重要的一些逻辑啊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我想对于我们来讲 这些东西有朝一日是不是可以用得上 那就见仁见智了 所以我经常在讲啊 这个聪明的人啊 是把别人的经验当做自己的经验 所以他在把握当下也好啊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些决定 他都比较对自己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些决定啊 比较容易释怀 就是说有些人他决定完之后 他后面一直碎碎念自己 问自己说为什么要刚刚做那样决定 刚刚做那样决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胸有成竹的 那是不是后面的路就比较笃定一点 也比较好走一点 但是又如何能够胸有成竹呢 所以呢 人家不经常说吗 台上一分钟啊 台下十年功 那么我们的人生 其实就是在人生的舞台上 分秒间真实的上演 但是在台上的那一分钟 我们是不是需要在台下这十年功啊 要好好的这个经营啊 耕耘啊灌溉啊 怎么样的这种非常贴切的 来让自己未来的分分秒秒的人生舞台中 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成绩 各方面是满意的 我想这些东西 如果平常没有想清楚 把理通理顺的话 很快的一年一年的过去啊 其实人生一下子就已经是中年 或者是半百之后的这些 再来想的话就有点可惜了 要如何不后悔 真的是还蛮难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能呢 我们想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直错过我们所谓的那个时机 像是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 可能已经是退休或者是待退休这个年纪 然后现在呢 在规划的退休的生活 就会想要去圆梦 对不对 可能就觉得说 哇之前很想要学什么 萨克斯风啊 很想要学可能木雕啊 但是呢 之前就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就没有去从事这样子一个艺术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兴趣的学习 然后呢 我们错过了就会觉得非常的后悔 直到了我们可能在退休或待退休 比较有闲暇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从事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啊 这个可能在体力啊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面向上面 可能还是要做更多的一些拿捏 还有一些平衡啦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可能想到就可以去做 尤其像是行善的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年龄啊 或者是时间啊 或者是体力上面的限制 所以其实像是我们要把握当下 不管是及时行乐 或者是及时行善的这部分 尤其是行善真的是 不用花了太多的一个力气 也不用花太多的一个时间 只要我们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坚定的 往前迈进 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果耶 导师 是 那么及时行善 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提啊 但是在行善过程中也要有智慧 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 他所谓的行善 超乎了自己的能力 导致后面可能的负担 他说不是要行善吗 不是要行善 为什么我越行善 越没有感受到这个善行后面的快乐呢 所以我经常在讲啊 就是说我们随时要看自己当下的境界啊 就是我们在当时生活生命里面的成绩单 如果你一直在及时行善 但是你生命里面并不快乐 生活里面有诸多的遗憾 那这有时候就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对盘 相对等 那叫去找这里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虽然是一秒一秒啊 你看这个时钟啊 滴答滴答的过 那么正确的思维逻辑 正确的一种学习模式 或者是正确的系统 它是可以帮你带到一个 让你没有什么忧虑的一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我们的人生机遇啊 不管在今天以前啊 已经打拼了多少年了 哪怕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子 在为学业而奔忙着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 就是遇到了一个好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超习生命码的系统 你让全世界的人 都那么多人来做这个实验啊 那真的可以让不同的原先的际遇 后来转变成是美好的 是幸福的 是圆满的 是丰盛的 就讲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一样的 是不是 那我经常就来说 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就是我们人生本来就是在追求这些东西嘛 那是不是应该来做做实验 看看到底超习生命码的这个系统 讲的是真还是假 如果是真的 好 那我们怎么可以浪费的这个机会呢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 看到了自己在这个进展里啊 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也是更好一件事情啊 早点发现问题在哪里 早点的做调整 也就会早一点的成功 或者早一点的心安啊 或者是快乐啊 或者是满足啊 这些东西都会因此而随之而来 那我现在讲的呢 就是说呢 是不是能够立竿见影 我觉得很重要 对 好比说我们现在教 就是几个简单的深呼吸 你的深呼吸里面 这样子的运作下 你是等一下会突然的 因为深呼吸而让你自己会心的一笑 那这一笑 看着就是一个正能量 是不是 那如果每个实验后面 你都会看到自己 有正向性的成长或发展 那么后面更深的一种影响 到我们的生活的疾胸 祸福各种际遇 都是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 那我想这就是人生的一大进步 也是一大成果 因为至少遇到了一个对的系统 那既然如果全世界有那么多人 已经实验过 他们看到的的确确让他们生命 有了正确的起色 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看到了好很多的解方啊 来给自己生命中原先的不足啊 尴尬 或者是遗憾 摇身一变呢 真的看到因为能量的调动 知识观念的各种的一种提升 而让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进步啊 那么真的有这样子一种喜乐的产生的时候 其实命运就已经改变了 那么即时行善与否 其实那个时候你会感受到观念 以及正确的一种行径的做法 两种相呼应的情况下 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 是这样子 没错 尤其是今天呢 大家非常的有缘哦 可以听到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就可以呢来练习 把握现在 把握当下的一个机会哦 听到我们这个超码的系统 可以透过了这样子一个不同的练习 和不同的一些方法 可以让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转变呢 都是正面正向 还有这些善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听到了这期节目呢 就可以马上的来练习 如何去把握当下 所以呢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更多的方式 来更加了解我们 不管是在podcast 或者是在广播 youtube上面来搜寻 辅导你家我们的声音节目之外 另外也欢迎大家 也可以上网搜寻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在网络上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消息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粉丝团 在当中都会有非常多 不同的一些内容 而另外也为了要方便大家 在手机当中 我们也帮大家设计了 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的手机APP 在这个手机APP当中 也会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之外 也会有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也会有很多实体的这些活动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同来分享 导师的一个著作书籍 还有呢 学员们彼此互动的时间 那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 不同圆满人生精英会的时间 地点都大不相同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 想要更加的了解的话 都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 不管是官方网站 或者是在手机当中的APP 当中都可以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我们自己 最方便上课的这些时间 还有地点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了 更多详细的内容 或者是想要拨打电话 来询问相关的一个细节的话 也欢迎大家先可以把电话 抄截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周一到周五 可以拨打电话到台北来询问 台北的电话就是 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呢 今天有缘可以一起来练习 把握当下 听到那么好的内容 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这一些智慧 可以让我们的把握当下 得到了一个好的方式 而不是呢 后悔或者是呢 让自己又得到了损伤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邀请大家一起 更加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富足人生千百问 再次的感谢太阳声德导师 在多聊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声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也欢迎大家 除了听到了广播 或者是podcast的 一个声音内容之外 也可以在每周六的 晚间八点钟 来加入我们的影音节目 大家欢迎在脸书上面 或者是YouTube上面 搜寻 因为你音乐的音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音节目 在当中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还有非常多 动人的歌曲演唱 也欢迎大家呢 在每周六的晚间八点钟 透过了YouTube和脸书 锁定我们的影音节目咯 而在今天的福到 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来送上的是 来自太阳声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荣耀天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安排的节目内容分享 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 每周六的周五十一点钟 到十二点钟 LV04.1 正升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来 我心深处总想画个愿 把一切好事传个圆圆圈 人平静桃海浪总成全 再把金彩轻桥归归归天 真情仙苍天 转世篇 所有成就在在都是 轻察 Fast 25rule的高牧者 云聚征甘露归归归在雨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心默默上演 总感恩天 自然相线 尽心情容眠 道道相甜 幸福甜甜传成全 好感念 此次努力不屑不剑 我歌我起志愿 荣耀天 我先相处走向花的月 把一切好事传 圈圈 和平静到海量总成全 再把青菜荣耀回古田 人生好前 总要想到天 日夜好甜蜜 好心默默上演 总感恩天 自然相线 尽心情容眠 道道相甜 幸福甜甜传成全 好感念 此次努力不屑不剑 此次努力不屑不剑 我歌我起志愿 荣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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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访生好默默帆 同已经信仇 再把青菜荣耀回古田 作词萨耀天 传播剑 Ozno 本首 Guerrero